大家好,今次下来几段视频都会帮大家找一些government intervention,一些政府的介入 政府介入的其中一个你要知道就是price control,透过控制那个价格 price control里面是可以分成两款的,就有price ceiling 和price floor 好,这条影片先讲price ceiling price ceiling又叫,其实另一个名字就叫maximum price control 最多一个seller能够收多少钱 那你记住,所有做这些price control,或者coin day control 第一样东西呢,第一样东西很重要的 第一步,你要分了它是否有效先 因为它有没有效,其实会很大大地影响到 回答题目的位置 先讲一个effective的price ceiling是怎样 当一个price ceiling是有效,最高价格的限制 如果它是要有效的话,其实政府是想设定一个最高的价格 即是说它现在的货,应该是买得太贵了 所以政府想设定一个最高的价格,去压低它嘛 所以如果price control呢 所以如果price ceiling有效的话呢 它是要below equilibrium的 OK 好了,那然后来想一想 那究竟 在PC这个位置的时候,究竟那个交易量 我之前也跟朋友说Quantity Transact 究竟是 A这个位置啊,还是B这个位置呢 你可以pause一 pause,想一想 不知道 好啦,究竟它会是Q1啦,还是Q2呢 好啦,那答案呢就是Q1啦 OK,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好啦,在PC这个位置的时候 Quantity Supply A是供应量,是不是呀 供应量呢,譬如我当它买30件而已 好啦,那在PC的时候,那些人呢,想要70件 消费者,sorry,producer想买300件 消费者想要70件 那最后在市场上交易到的多少件呢 那就是30件啦,是不是呀 小一点的那个,OK 那因为是交易到的 所以这个位置呢,我们叫Quantity Transact 交易量 好,留意啦,我这里是没有用QE的 QE是Equilibium Quality的嘛,是不是呀 因为现在的市场呢,不是在Equilibium的 所以大家小心点啦,这里呢 我们呢,是不能够用QE的 好,那之后呢,大家在图上就要说些什么呢 那你就要,可能要比较啦 当实施了一个 Effective Price Control之后呢 那你见到价格呢 是会下降的 那那个Equilibium Quality也会下降啦 那P跌,Q跌,那Total Revenue都会下降啦 好啦,但是好留意啦,通常要跟我留呢 就是留在这个情况上呢,还有一件事发生了的 在PC的时候呢 QD是比QS大 这个位置呢,我们有个名字给它啦 那我们要记得呢 就叫做Excess Demand OK,或者你叫Sortage都可以的 无论如何都好,但是大家都记得要写啦 好啦,那当我们分到它是不是Effective 那你填射在第二啦,如果它是 OK,假设了,现在它是Effective啦 YES啦,OK,那Step 2啦 那你画我图上面有说的东西啦 那文字上呢,你要写啦 多一个Effective Price在Excess的时候呢 那Price Control呢,就会低於Equilibium Price OK? 好啦,那研究呢,我们会说到呢 那个Quantity 就会是Q1啦 OK? 即是你讲的QT呢 会是等于Q1的 好啦,那所以呢,如果题目有需要问 Total Revenue的,就是因为P跌啦 加Q跌啦 所以那个Total Revenue 或者Total Expenditure都会跌的 好啦,那最重要的呢,其实都要回答 啊,当在PC的时候呢 QD是会比QS大 留意是QD大于QS啦 那常犯错不是什么呢 Demand大于Supply啦 OK? Demand大于Supply就不对啦 OK?那这里呢,就有Sortage 或者是Excess Demand 就是Exist啦 OK? 好啦,那如果啦 啊,那如果他不Effective呢 啊,那如果不Effective的 什么叫不Effective的Fly Sealing呢? 我按一下,Effective的话就是 譬如当 这里啦,可以说回 当那个P是等于PC的 好啦,不Effective的就是 当P等于PC2啦 OK,什么叫PC2呢? 譬如在这里啦 OK,现在政府有个Fly Sealing在PC2 好啦,但是PC2的时候 为什么不Effective呢? 它不Effective原因 因为它高过嘛,是不是? 即是政府最高 你最高只能够 卖100元 好,但是市场现在 都是卖了70元的 我最高要逼你卖100元 那你卖 可不可以卖80元? 可以卖70元,可以吗? OK,那就没用啦 好,但是原本的Equilibrium price 在70的情况下 政府是最贵只能够卖50元 最贵哦,maximum 是不是? 这样就能够解释到啦 好,那当你设在100元的时候 最高的100元 那当然啦 那个Sellers可以卖100元的 但是这样是不是能够 卖到最多钱呢? 未必有,是不是? 那所以啦 政府去控制这个price的时候 是设定到 如果是高过Equilibrium price的话 那位置在什么呢? 其实那个market呢 MKT的market 就会stay在 那个Equilibrium的 那当你stay在Equilibrium 其实代表呢 there is no change in price 或者是quantity transactor啦 OK 好,希望呢可以说回这个 帮大家温度少少 关于price 大家需要注意的时候啦 无论是图 或者是文字上面 OK,那有问题呢 欢迎找我啦 Thank you 谢谢观看